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再次来到上帝的脚踪这个节目 今天我要跟各位来继续的分享 很重要的这个圣经的城市 叫做拉巴安曼 还有一个就是亚罗尔 这里在分享之前 特别跟各位解释一下 所谓的拉巴安曼 圣经里面所谓的拉巴 或者这个是安曼 这个城市 就是今天的约旦王国的 约旦这个国家的首都 就是所谓的安曼这个城市 另外在这个城市里面 附近的有一个城市叫做 圣经里面叫做亚罗尔 事实上亚罗尔在约旦境内 我们在前几集已经给各位介绍 另外一个亚罗尔 那个亚罗尔 它是位在所谓的亚任河的北岸的亚罗尔 今天我跟各位介绍的 这第二个亚罗尔 是在拉巴安曼 也就是约旦这个首都 这个城市的市区里面的 有一个亚罗尔 那这个亚罗尔和上一次的亚罗尔 任何旁的亚罗尔是不一样的 所以先跟各位解释 那接下来就是我们今天的分享 我们还是使用这一张所谓的这个PPT 我们第一张就是所谓的Biblical Gilead 这个文献里面呢 也就是这个以色列的这个考古学者 他叫做这个Finkstein 他所著作的这个Biblical Gilead 里面的有一份地图 这个地图里面呢 就如这一张的PPT的左边 各位可以看到编号16 编号16呢 就是所谓的拉巴 也就是我们今天要介绍的拉巴安曼 或者就是今天约旦的首都安曼这个城市 那事实上这个城市呢 就是所谓的亚门人所居住的地方 接下来就是我们相关的这个的经文 其中生命纪的三章十一节 生命纪的三章十一节 必贩因人所剩下的只有八三王二 他的床是铁的长九轴宽四轴 都是以人轴为度 现今岂不是在亚门人的拉巴吗 这里他提到了这一个的床 事实上圣经里面讲的这个床 八三王二的床 有一个说法就是棺木的意思 那不管是床或者是棺木 它是用铁罩的 它是所谓的长九轴 这个轴是什么意思呢 轴就是我们这个手轴 手轴这个地方 这个就叫轴 等于我们现在大概四十五公分左右 长九轴宽四轴 都是以人轴为度 现今岂不是在亚门人的拉巴吗 这个经文就是说 八三王二的床和的棺木 停在亚门人的拉巴 它是这个意思 那约书亚纪呢 十三章二十四节 它相关的经文呢 是说摩西按着迦德之派的宗族 分给他们产业 二十五节 他们的境界是亚蟹和激烈的各城 并亚门人的一半地 直到拉巴前的亚罗尔 这里面讲到亚蟹 我们上一集有提到亚蟹 因为亚杂和亚蟹是不一样的 亚蟹是位于这个 这个沿城 我们上次有讲到这个沙特 南边有一个地方 我们上次有介绍过亚蟹 那这里除了提到亚蟹呢 还有也提到 并亚门人的一半地 直到拉巴前的亚罗尔 它的意思就是说 这个亚罗尔呢 不是在亚论湖北边的亚罗尔 而是在这个城市 拉巴这个城市前面 也就是接近拉巴 可能是拉巴的北方吧 或者是南方 而在城的附近的亚罗尔 这边特别提到的这个亚罗尔 接下来等我拉巴介绍完了以后呢 我就会跟各位介绍亚罗尔 那另外有关拉巴的 另外的相关的经文呢 《撒姆尔记》下 十一章一节 这么说的 过了一年 列王出战的时候 大魏右差派约亚 这个约亚就是大魏的将军 率领陈仆和以色列众人出战 他们就打败亚门人 围攻拉巴 大魏仍住在耶路撒冷 等于大魏派他的将军约亚 从耶路撒冷出来 去攻打亚门人的城拉巴 攻打亚门人的城拉巴 那这个在《撒姆尔记》下 有一些的记载 记载这个战事 我们就知道 这里就是所谓的 现在约旦的首都拉巴 另外呢 在历代字上 二十章一节 约亚攻取拉巴 这个经文是我非常喜欢的 一个经文 过了一年 列王纪 到列王出战的时候 约亚率领军兵 毁坏亚门人的地 围攻拉巴 他等于从耶路撒冷 向东 过了这个约旦河 然后来进到了这个安曼的首都 围攻拉巴 大魏仍住在耶路撒冷 那时候大魏在耶路撒冷指挥 然后约亚呢 他的将军呢 就向东攻打拉巴 江城请妇 第二节 大魏夺了亚门人之王所戴的金冠免 其上的金子 众亦他连得 又看着宝石 仍将这冠冕 戴在大魏的头上 等于他们把这个冠冕呢 夺取了之后呢 就送到耶路撒冷 戴在大魏的头上 后面的经文继续说 大魏从城里夺了许多的财物 第三节 将城的人拉出来 放在巨下 和铁靶下 或铁府下 大魏带亚门各城的居民 都是如此 其后大魏和众军都回耶路撒冷去了 这是当时的战争之后的 大魏如何对待亚门人的一个景况 接下来 我们第三章的PPT 我们继续来看相关的经文 这是撒姆尔记下十二章二十七节 约亚公取亚门人的金城拉巴 原来这个拉巴就是亚门人的首都 也就是现在的安曼 二十七节 约亚打发使者去见大魏说 我攻打拉巴 取齐水城 很重要 这里讲到的水城 这个水城各位记不记得 我曾经有跟各位介绍 这个水城 它的英文叫做Watergate 事实上这个水城 也就是亚伯河的发源地 各位记不记得 当我在各位介绍亚伯河的时候 亚伯河就是从这个水城这边发源 然后往北流到了 经过了有一个城市叫做Zachar 然后再向东流到了所谓的国王水库 塔拉尔水库 然后再进到了毗鲁伊勒马哈列 亚当城 苏格城和撒拉旦 最后在亚当城注入到约旦河 这一段的地理我有跟各位介绍过 其中亚伯河的发源地就是这个水城 原来这个水城就在拉巴这个城市的南边 我们继续来读这个经文 第28节 现在你要聚集其余的军兵来 安营攻为这城 为攻这城 恐怕我取了这城 仍旧以我的名叫这城 29节 于是大魏聚集众军 往拉巴去攻城 取了这城 他们把水城攻下来了 第30节 夺了亚门人之王所带的金冠冕 其上的金子 众亦他连得 又看着宝石 仍将这冠冕戴在大魏的头上 大魏从城里夺了许多的财物 第31节 将这城里的人 拉出来 放在巨下 或铁爬下 或铁府下 叫他们经过砖窑 等于大魏就叫拉巴的这些战俘 来做这些苦役 大魏带亚门各城的居民都是如此 其后大魏和众军都回耶路撒冷去了 这是撒末尔记下所记载的 另外呢 撒末尔记下另外的17节 17章27节是这么说的 大魏到了马哈练 雅门族的拉巴人 拿霞的儿子 朔比 罗底巴人 雅米利的儿子 马吉 激烈的罗基林人 巴西来 这三个人呢 他们第28节 这个非常有意思 带着 贝 卤 盆 碗 瓦器 小麦 大麦 麦面 炒骨 豆子 红豆 炒豆 二十九节 蜜蜂 奶油 绵羊 奶饼 供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吃 他们说 民在旷野 避饥饿困苦了 这里是记载呢 当大卫受烂的时候呢 他来到了马哈练 也就是在这个亚伯河呢 亚伯河附近的一个马哈练 当时呢 大卫落难的时候呢 原来 雅门族的拉巴人拿霞呢 他们曾经来帮助过大卫 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故事 因为大卫和雅门人呢 曾经有争战 但是大卫落难的时候呢 雅门人 拉巴呢 拿霞的儿子 朔比呢 还有这个所谓的罗底巴人呢 雅米利的儿子 马吉 还有激烈人 罗基林 巴西来 他们都带着相关的这个 后勤资源呢 这些吃的 还有这个穿的呢 来这个供养大卫 可见的大卫和这个雅门人的关系呢 他是这个有战争 也有互相的帮助 这里可以看到 雅门人对这个大卫的帮助 就是这个经文 另外呢 我们来看到 所谓的第四章的PPT呢 也继续的有讲到 耶利米苏四十九章 这边有论雅门人 耶和华如此说 以色列没有儿子吗 没有后赐吗 马勒康为何得加德之地为业呢 属他的名为何住在其中的城邑呢 耶和华说 日子将到 我必使人听见打仗的喊声 是攻击雅门人拉巴的声音 拉巴要成为乱堆 属他的乡村 要被火焚烧 先前 得以色列帝为业的 此时以色列倒要得他们的帝为业 这是耶和华说的 这是耶利米苏里面 在论述雅门人的时候呢 特别有提到雅门人的偶像 叫做马勒康 他有讲到 这个马勒康 为什么马勒康能夺取加德之派的产业呢 也就是所谓的这个拉巴 那我们接下来看以西节书21章 21章这么说的 这是18节 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19节 人子啊 你要定出两条路 好使巴比隆王的刀来 好使巴比隆王的刀来 这两条路必从一地分出来 又要在通城的路口上 画出一只手来 20节 你要定出一条路 使刀来到雅门人的拉巴 又要定出一条路 使刀来到犹大的坚固城 耶路撒冷 21节 因为巴比隆王站在岔路那里 在两条路口上要占卜 他摇签求问神 查看牺牲的肝 在右手中拿着为耶路撒冷占卜的签 使他安设撞城锤 张口叫沙 扬声呐喊 竹雷造台 以撞城锤 攻打城门 23节 据那些曾启示的犹大人看来 这是虚假的占卜 但巴比隆王要使他们想起罪裂 以致将他们捉住 这里是记录巴比隆王如何站在岔口上 要进攻耶路撒冷 也要进攻亚门 事实上后来巴比隆王把这两个城市都攻取了 这里很有意思的就是 他在攻取的时候 21节特别提到 巴比隆王站在岔路那里 在两条路口上要占卜 当时巴比隆王占卜是用什么占卜呢 他摇签求问神像 另外他查看这个牺牲的肝 也就是动物的肝 肝上的这个文路来做决定 这是圣经里面的记载 这个还蛮有趣的 另外我们再来看 第五章的这一章的PPT 这是介绍以西节书25章5节 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 二十五章第一节 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 第二节 人子啊 你要向亚门人说预言攻击他 第三节 你们当听主耶和华的话 主耶和华如此说 我的圣所被亵渎 以色列地变荒凉 由大家被辱略 那时你便因这些事说 阿哈 第四节 所以我必将你的地交给东方人为业 他们必在你的地上安宁居住 吃你的果汁 喝你的奶 第五节 我必使拉巴为骆驼场 这里提到了拉巴 以西节书里面提到了拉巴 使亚门人的地为羊群躺卧之处 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 第六 主耶和华如此说 因你拍手顿足 以满心的恨物 恨物向以色列地欢喜 所以我伸手攻击你 将你交给列国作为乳物 我必从万民中剪除你 使你从万国中败亡 我必除灭你 你就知道 我是耶和华 这是以西节书25章里面所记录的 另外阿摩斯书1章13到15节 耶和华如此说 亚门人三番四次的犯罪 这里又提到了亚门人 我必不免去他们的刑罚 因为他们剖开激烈的孕妇 他非常的残忍 扩张自己的境界 十四节 我却要在征战呐喊的日子旋风狂暴的时候 点火在拉巴的城内 这你再次提到了拉巴 烧灭其中的宫殿 十五节 他们的王和首领 并一同被掳去 这是耶和华说的 这是有关拉巴安曼相关的经文 那至于拉巴安曼 他今天的位置是在哪里呢 各位看这一张的 第六张的这个PPT 各位看这个在死海的 在死海的东北边 这一块我用这个红色 这边地图上是用红色的这个红线把它圈出来 这就是所谓的安曼省 那中间呢 你各位可以看到有一个罗马剧场 事实上在罗马剧场的那附近呢 有一个就是这个 这个叫罗马剧场 还有一个叫做罗 这个罗马 还有一个就是安曼城堡 这两个都在这附近 这就是当时所谓的约旦的老城 也就是圣经里面的拉巴安曼 接下来就会有一系列的照片呢 我来介绍这个拉巴安曼的罗马的城堡呢 还有这个罗马城堡呢 还有这个安曼的这个剧场 好 剧院 各位看到这一张第七张的这个照片呢 左边呢就是所谓的罗马剧院 各位看到 我从远方照出那个罗马剧院的这一个照片 那右边呢 我是在这个安曼城堡 这两个事实上都在这附近 都是在这个约旦的这个老城区的附近 里面有一个罗马剧场 一个是安曼城堡 接下来再看这一张 这一张呢就是拉巴安曼老城区的两张的照片 各位看到整个安曼呢都是用白色的石头 所以他们有讲到这个约旦的安曼呢 事实上是一个白色石头的城市 有一个这样的一个说法 另外各位你看 上面这四张照片呢 就是拉巴安曼 上面这四张照片就是所谓的 这个安曼城堡 下面也是安曼城堡 这八张照片都是安曼城堡 在那附近所造的照片 那接下来再看这一张 这一张呢 也是安曼城堡附近的两张照片 在不同的地方 因为这里的观光客平常还蛮多的 我们去的时候大概已经下午了 所以当时的观光客并不是很多 接下来这一张呢是安曼城堡旁边的罗马剧院 罗马剧院它事实上这个地方还蛮大的 进去以后可以看到罗马人当初在这个地方所盖的剧院 那另外呢 接下来呢看完这些照片之后呢 我就特别在这个PPT的这个第13份的PPT呢 再给各位做文字来叙述一下 这个安曼的这个历史 亚门的拉巴安曼的历史 亚门人亚门是亚伯拉罕直额罗德的后代 他是罗德的后代 居于死海的东北方 将界在约旦河东 亚论河上游和亚伯河的上游中间 东边呢 就是所谓的伊拉克的沙漠 亚门首都是拉巴 就是今天约旦的首都安曼 以色列人进军迦兰途中呢 亚门人曾与亚摩利人 斐利士人 摩亚人联合来对抗以色列人 双方使有征战 等于亚门人当时和这个 以色列人是有一些的互有征战 大卫曾攻占拉巴 大卫曾经攻占拉巴 刚刚我们的经文特别有介绍 大卫帕他的将军约压去攻占拉巴 夺亚门王的金冠冕 索罗门王娶亚门子女 拿马为嫔妃 拿马生罗坡安 这个非常的重要 原来我们才知道 索罗门王娶的这个亚门女子 拿马为嫔妃 那拿马生的这个孩子呢 叫罗坡安 原来罗坡安的妈妈呢 就是索罗门王和亚门的女子 所生的 索罗门王去世后即位 索罗门王去世以后 罗坡安即位 因不体恤民情 罗坡安为王不久 北方十字派不满 国家分裂为以色列和犹大 也就是罗坡安接地王位之后 在他的任内 以色列国就分裂了 北方十字派和南方犹大 就分为两个国家 以色列强食亚门人就俯首称臣 以色列挨弱时亚门人变独立 在这个BC732年的时候 亚门被亚述王征服 被这个亚述王征服 亚述亚衰败后 亚门重获独立 并趁势占领约旦河东 原属以色列的部分领土 成为当时最有权势的国家 随后巴比隆王尼布贾尼莎 攻破拉巴 刚刚我们也有介绍 尼布贾尼莎来攻 攻耶路撒冷 还有攻拉巴 居民被掳 继而阿拉伯人入侵 到西元一世纪末 亚门人就在历史上销声立即了 这是亚门人在历史上的一个记录 另外 接下来我有一系列的这些的PPT 我会来跟各位介绍 就是近代安曼附近的考古挖掘 来证明 亚门人曾经居住在这一块的土地上 第一个 我一共会有一系列的照片 和考古内容 考古记录来跟各位分享 第一个要跟各位分享的 就是各位看右边的 左边的这张照片 它就是安曼附宝亚门王的碑文 它的年代大概在BC800年 BC800年 也就是公年前的800年 那这一个的碑文 这一个石碑 就叫做安曼附宝的碑文 它的英文叫做 安曼附宝 就是安曼附宝的碑文 那考古学家在1960年代的 在安曼附宝 就是刚刚各位看照片的 那个安曼附宝 也就是圣经所谓的拉巴安曼 发现了一个石碑的碑文 考古学家认为是亚门人偶像 米勒刊这个所说的话 中意 我把它翻成中文如下 米勒刊就是亚门人的偶像 他为你建造了区域的入口 所有威胁你的人肯定会死 我一定会消灭所有进入的人 在其中所列的正义将驻留 门上会挂着一个装饰品 将在其门囊内提供安全 助你和平并给 点点点 这就是他们发出来 挖出来的这个所谓的这个 所谓的安曼附宝的 亚门王的碑文 就如右左边这张照片 亚门人的言语和西伯来文的 西伯来文以古斐尼基人的原语相似 此处刻的文字是当时与亚南语相近 这个相关的资料 它是这个 我是摘字这个 Translation of the Amman Cytodale Inscription 这是我从这个资料 摘录出来的 跟各位分享 那从这个资料 这一个碑文也证明了 亚门人的存在 亚门在圣经 亚门这个字阿门 在圣经出现了123次 非常多 右途的发现证明圣经亚门人存在 弥撒石碑 还有士罗的碑文 还有安曼城堡的碑文 这三个石头上的碑文 被认为 列为圣经上三个重要的 非常重大的一个碑文 第一个就是米沙石碑 这个我跟各位介绍过了 还有一个就是士罗名文 然后接下来就是 今天所谓的安曼城堡的名文 就是左边这张照片 好 接下来呢 第二个证据证明 亚门人曾经在拉巴安曼 曾经在这边住过的 这个考古挖掘呢 是在安曼罗马剧院的 亚门王的碑文 它是在它的年代是BC600年 它叫做这个罗马剧院的 所发 刚刚是罗马城堡 这里是罗马剧院所发现的碑文 罗马剧院的碑文呢 在1961年呢 挖掘出来 共两行亚兰文字 显示亚门人的存在 各位看右边的 左边呢 这张地图 这张的照片呢 就是这一个碑文 另外呢 第三个证明的考古文献呢 就是雕像的碑文 它是在BC 它的年代是BC900年到700年间 这雕像 它叫做Status Inscription 那学者呢 Puak Puak认为其中一行字显示呢 这里它所有一行字 它所显示呢 就是指在 约在BC730年的时候呢 亚述王提格拉匹列社 提格拉匹列社三世呢 在这里出现过 也就是亚述王呢 把这个以色列的两个半支派 也就是马拉西东支派 加德支派和流变支派 从这边呢 掳到了这个亚述去 那曾经呢 在这个地方呢 所出来的这个经文呢 他们认为是 就是BC730年 所谓亚述王 提到了亚述王 提格拉匹列社 这就是圣经里面 也有提过的一个亚述王 这里是证明 亚述人曾在你住过 另外呢 第四份文献呢 这是第15堂PPT 第四份文献 非常有趣 它是约旦大学呢 就是Jordan University 在这个大学里面 挖出了亚述王的陶土瓶 这个瓶子保存的还蛮完整的 各位看左边的这个照片 它是在公元前667年呢 所挖出来的 上面的课文呢 记录亚述人的王 各位看右边的这个 左边的这个 这一张的照片 就是这个陶土瓶子 那另外呢 第五份的考古文献呢 是什么呢 是在有一个地方呢 叫做这个 在安曼附近 有一个地方叫 挖出了土碑 一个碑子 它的年代 大概是公元580年 土碑上刻有物件 所有人 亚述人的名字 这个物件呢 它刻有这个 所有这个物件的人的名字 就是刻在上面 当时呢 刻的名字就是 亚门人的名字 另外呢 第六份的文献呢 它是说 分别在约旦市区 有三个地方呢 他们有挖出所谓的 亚门人的印章 这很有趣 第一个呢 就是在所谓的 这个 这个土堆的附近 第二个呢 叫做 这个Yumeri 这个Yumeri呢 就是我住在的 马吉哈马呢 我住在那个 那个城市的出来 不到一公里的地方 这里有一个考古挖掘点 这以后我会跟各位 很详细的来介绍 原来在这个地方呢 这个土堆呢 Yumeri这个地方呢 挖出了 也挖出了 亚门人的印章 好 那另外呢 在这个 另外一个城市叫 Telhisbon 就是西斯本的这个土丘呢 也挖出过 亚门人的印章 这也是相关的 这个证明 第七个呢 就是在 另外 这些 在两个地区呢 另外下面两个地区 挖出亚门人的陶土片 第一个呢 就是在安曼市区附近的 有一个地方叫做 Dana Nia 这个地方有挖出来 另外一个地方呢 就是我曾经 这个 第三次住的那个村庄叫 Sahab 在我们住的那个村庄里面呢 也挖出过所谓的陶土片 那这个陶土片呢 也就是 亚门时期的陶土片 这个是非常有趣的 那我们介绍完的这个 拉巴亚门之后呢 我们就来介绍呢 所谓的这个 拉巴前的亚罗尔 这个亚罗尔 再次跟各位来提一下 就是和这个 亚论河的亚罗尔 是不一样的 这是在拉巴 这个城市前面的亚罗尔 那相关的经文呢 在四诗纪的 十一章三十三节 他们 他就大大杀败他们 从亚罗尔到米利 这个米利呢 也是在这个安曼附近 直到亚贝勒基拉民 取了二十座城 这样亚门人 就被以色列人制服了 另外约书亚 十三章二十四节 摩西按着迦德支派的宗族 分给他们产业 二十五节 他们的境界是 亚谢和激烈的各城 并亚门人一半的地 直到拉巴前的亚罗尔 这里就是 在拉巴这个城市附近呢 有一个城市叫 圣经中的亚罗尔 那我们就来看看 亚罗尔的位置 到底是在哪里呢 根据这一个的 Bible Information Open Bible Information 它的资料呢 他认为 拉巴前的亚罗尔呢 可能有三个地方 那依顺序呢 我来给各位介绍 各位在看这一张的地图 看这张的地图 事实上呢 这张地图就围绕着 所谓的这个安曼城堡 还有这个罗马剧院这附近 中间就是所谓的老城区 在这个安曼城堡和罗马剧院呢 这附近呢 周围呢 有三个地方 我看距离大概都不会超过一公里 三个地方呢 他们都认为这里 这三处呢 都有可能是所谓的拉巴前的亚罗尔 其中最有可能的呢 就是所谓的这个 A卷 A卷 A卷这个地方 各位看地图上最上面那个A卷 他们认为这里是最有可能就是所谓的亚罗尔 那另外有一个地方呢 就是在西边的西边的位置稍微向下来一点的 这个叫做安曼尔纳 安曼尔纳 他认为这个地方也可能是所谓的亚罗尔 安曼尔纳 另外呢 第三个地方就最南边的 这一个这个 这三个地方 第一个就是A卷 第二个就是安曼尔纳 第三个就是所谓 这三个地方都有可能是所谓的拉巴前的亚罗尔 各位看这个地理位置呢 事实上这个位置还蛮合逻辑的 因为不管是第一第二第三 他都是在拉巴这个城市的不远的地方 那接下来我会有一系列的照片呢 来介绍这个拉巴安曼 这个城市的风貌 这张就是一张全 这个都市的一个全貌 整个各位看到这个安曼这个城市呢 也就是拉巴安曼呢 他都是一个白色的石头呢 所建起来的一个城市 另外接下来各位看到 这是市区 安曼市区内呢 所谓巴勒斯坦难民居住的区域 这个我花一点很短的时间 跟各位介绍一下 所谓巴勒斯坦呢 在1967年六日战争之后呢 很多原来住在以色列巴勒斯坦地区的 这些阿拉伯人呢 他们就跑到约旦来呢 躲在约旦 然后当时约旦呢 就把它规划出几个难民 难民营 后来他们长期居住在这个难民营之后呢 这些地方呢就变成巴勒斯坦的这个居住的区域 这就巴勒斯坦人在这个约旦境内 这个居住的地方呢 后来的发展呢 就好像我们这个 在台湾的这个眷村 我觉得很像 那他们在这边居住以后呢 几代以后呢 这都是巴勒斯坦的这个 他们的父母逃出来以后呢 住在巴勒斯坦 住在约旦的这个巴勒斯坦区呢 这些孩子们都是第二代第三代了 第二代第三代 因为他们的经济状况并不是很好 那联合国有剥了很多的钱 开了很多的学校 给他们来这边受教育 那其中我公司有一些的经理呢 他们也都是受到 联合国的这些的教育的机构 读完大学以后呢 来到我公司上班 这里是安曼市区巴勒斯坦 难民地区的 住的地区的这些孩子们 我到那边去的时候呢 跟他们照的相片 那接下来呢 这一张呢 是在我们住的地方 不远的地方呢 有一个所谓的 七位睡美人的洞穴 这是阿拉伯版的这个 桃花园记 因为在这个阿拉伯的文献 文献里面呢 他说在这个AD250年的时候呢 有七位基督徒呢 为了躲避罗马政权的逼迫呢 他们就躲入这个洞穴 当时有七个人 然后之后三百年以后呢 他们又重新的出现了 这是在阿拉伯的文献里面有记载 那这个地方他们就叫做 七位睡眠者的洞穴 我觉得这个故事跟我们这个 跟我们中国的这个历史的这个桃花 桃花园记是很像的 我说这是阿拉伯的桃花园记 那这里呢 也是七位睡美人洞穴的附近 我照了八张的照片 各位可以看到这个照片的风貌 特别是下面的第三章 下面的第三章呢 它有显示出一个大卫之心的照片 表示这一个居住的这一个 当时居住的这个基督徒呢 他们和这个以色列呢 是有关联的 那这一章呢 也就是安曼市区呢 我也取了八张的照片 前面上面两张呢 是安曼市区基督教的教堂 另外呢 上面的右边呢 这两张呢 是当时罗马时期 在这个安曼古城区呢 所造的 他们学的罗马的澡堂 他们洗澡的地方 官员洗澡的地方 那下面呢 也都是澡堂那附近的照片 这跟各位分享 那接下来 这一张呢 是安曼市区的这个风景照 各位可以看到 这边有八张 特别是上面的第一张呢 它是用一个书本呢 来做这个雕像 那另外最右边的那一张呢 各位看到他们的那个门牌号码 事实上呢 左边就是十二号 就是阿拉伯数字的十二 那右边呢 十二就是这个阿拉伯文用这个 他们的文字来写十二的那个图案 另外呢 下面的第一张的照片呢 这就是所谓的这个七十 这个是七七十五的意思 七十五的意思 这个是七的意思 这个号码是七的意思 然后接下来 这两张照片就是附近 很大的一个旅馆和餐厅 这是相关的这个安曼市区的照片 那接下来 再来这一张呢 也是所谓的这个这一张 最上面的那一张呢 就是各位看到有一个 安曼郡区的那个很大的一个清真室 事实上我为什么把这张照片照出来 因为这有一部电影呢 我在约旦时候呢 我的朋友叫我看一部电影 叫做Double Ego 就是双邪恶 这部电影在描写这个 伊拉克的总统海珊 他的儿子叫乌迪 他当时呢 乌迪因为怕被人家暗杀 他去找了一个这个 他跟他长得很像的这个替身 他就演这个替身 当时在扮演他的故事的 有一部电影呢 叫做Double Evil 那个电影的片头一开始呢 就是以这个秦真寺的画面呢 为这个镜头 这里跟各位分享 那这里是相关 另外右边呢 上面右边就是所谓的 亚贝勒基拉民 这个我下一次会跟各位 很详细的介绍 另外下面呢 我下一次也会跟各位介绍 就是亚门人呢 在约旦境内所建造的 巨石的遼望塔 这以后我再跟各位介绍 另外呢 接下来这一张地图呢 各位看到 特别是在中间上面的 上面中间那边 有很多钞票的这个照片 这就是当那个 海珊 伊拉克被这个 被美军摧毁之后呢 占领之后呢 他们很有很多的那个金钱呢 就流到了安曼的市区 当时我在那边所造的照片 另外下面呢 最下面的 下面的那个最后那一张呢 就是安曼一个很有名的 这个安曼的小吃 那他们的国王经常来这边 来这边来吃 吃这个路边摊 那我也曾经到那边吃过 因为他这边都是国王经常来 所以我们也常常跑去 希望在那边能够看到国王 这今天的最后一张的照片呢 来跟各位分享 这是第一张呢 最上面的左边这一张 就是当时我们公司的律师 所聘的律师的那个办公室 那第二张呢 就是约旦市区的这个 蔬菜的果菜市场 然后另外上面的右边的两张呢 就是我们认识安曼 比较有钱人家的这个花园 看到他们的这个进口的汽车 还有他们漂亮的花园 那下面呢 就是我在那边 我朋友他们所画的这个 阿拉伯的这个小女孩的这个照片 张照片画得很传神 所以我把它照了一张照片 接下来就是这个约旦所谓的 这个他们的劳工局里面的 这个工会 负责工会的这个部门 当时呢 这个美国的国务卿希拉蕊 也曾经来访问过 他们这个工会 我把这个他访问那个照片 我把它翻拍了一张 中间呢就是希拉蕊 旁边呢就是阿拉伯的 那些妇女呢 他们在为这个工会来工作的妇女 另外呢下面呢 另外两张呢就是我的朋友的 他们的阿拉伯的人 住在安曼附近的他们的孩子们 我在他们的庭院 跟他们所造的照片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 就到此结束 接下来我们就来做一个简单的祷告 这个祷告呢 我们特别来为今天居住在安曼市区的阿拉伯的百姓来祷告 天父我们感谢你 感谢你今天带领我们来进入到圣经的拉巴安曼和亚罗尔这两个城市 是的 我们今天特别为现在住在这个拉巴安曼 就安曼城市的所有的这些阿拉伯的居民来为他们祷告 天父你祷告你来祝福他们 让他们在生命的某一个阶段的时候 能够认识圣经里面所讲的这一位耶稣 也能够圣经里面所讲的这个天上的这个耶和华 主啊我们就是为这些的百姓来代祷 来祝福他们在这个圣经这个重要的城市里面居住的这一段 他们的生命当中都能够平安和喜乐没有战争 也让他们在生命当中在某一个时间点 他们能够认识圣经的真实和这个主耶稣基督 祷告为主耶稣基督的圣明 阿们谢谢大家晚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